罢免票已经过了门槛 所以在这里 我要表达我的内心两个感谢 三个遗憾 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投票 通过罢免门槛 同一罢免票数甚至超过 韩国瑜当初当选票数 但韩国瑜的选后谈话 却完全没有道歉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分析 有别于其他政治人物 败选后都会自我检讨 韩国瑜却还在操作蓝绿对立 这将会害惨国民党 你韩国瑜的确有违背政治承诺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你如果对于这一点 都不肯道歉的话 你说我们当然还有清水沟 我们89万人投你出来 当市长 你就说我该清水沟 是你本来就该做的事情 你就是我做了一件 我该做的事情 所以想要大家给我糖吃 这什么道理 你几岁啊 沃开西表示 韩国瑜还把130多万 没有出来投票的高雄市民 直接归类成支持他的 这跟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论调 根本一致 是真的看不起选民的说法 董立文补充表示 韩国瑜身上的亲共标签 韩国瑜被罢免 跟他的中国因素 有直接的关系 你安全上靠美国 你根本也是在呼弄选民 你根本就是在 这个 这个致台湾的安全于不顾 董立文认为 韩国瑜喊得 豁出的去 冷静的来 只能靠中共帮他实践 在他上任后 一系列施政结果 也是这样 国民党现在必须去思考 未来的两岸路线 要怎么走 才能符合台湾民意 新唐宁爱电视黄金峰 台湾整理报导